你好 你在你的频道里头 既发长篇又发短篇 你想不想知道 你的观众喜欢你的长篇 还是喜欢你的短篇 你还想不想知道 你的这个观众 在油管这个平台上面 他是喜欢看长篇 还是喜欢看短篇 如果你还有直播呢 这个观众在你的频道里头 对这些内容形式的喜好 偏好和他在整个平台上面的行为的 这种喜好偏好 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最近油管在后台 添加了两个数据报告 正式解答我们这样一个问题 好我们现在来看 在油管后台里面的 数据分析的内容这个页面里面 大家看到添加了一个新的 这样的数据报告 叫做观看不同形式的观看者 比如说老胡这个频道里头 有视频直播有短篇 那么他这个报告是怎么报告给你的呢 你看视频和直播 这两个里头 如果你能挑选的话 老胡的观众里头有90% 只看视频 不看我的直播 那么有8%的人 两个都看 所以很显然大家是偏好看视频 注意这个地方不是讲的观看次数 而是讲观看者 也就是说100个人里头 有90个人只看视频 他不看直播 那有8个人 两个都看 有两个人 只看直播 不看视频 有意思吧 好 那第二个 就是视频和短视频两个来比较的话 那他只看视频的 有97% 不看老胡的 这个短视频的 0% 有两者都看 这个地方也顺带回答了一个问题 就是讲 我的观众 是不是只看短视频 看短视频的人 不会去看我的长视频 不是的 你去看一下你自己的后台 那么出现自己的数字越大 就说明 这个短片给你的这个长片 会引流 或者讲看你长片的人 在刷短片的时候 也有很大的机会 刷到你的这个短片 所以短片和长片 虽然是这个推荐的 这个系统不一样 但它是互通的 那么注意 再提醒一下 这是你的频道的观众 第三个 在短片和直播里头 他来选择的话 只看直播的74% 只看短片的21% 两者都看的是75% 好像这个地方 你感觉 在短片和直播里头 我宁可选择直播 其实老胡这个频道里头 数据是有点偏差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发短片了 但是我看了这个 我的学员里头的很多的这个后台 基本上有这样一个规律 也就是说 看长片的人 还是占大多数 好 这个现在是老胡的频道的观众的数据 就是注意 它在内容这个页面里面 是老胡的观众 看老胡的内容 是这样一个分布情况 那第二个数据报告 是在这个观众 页面里面 这个地方 你要仔细听好 很多人 搞不懂这两个 这个报告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地方是 从观众的行为 你的观看者 在油管上面的观看视频类型 这个时候不在内容里头 是讲他在整个油管上面的行为特征 你看老胡的观众 他所有的人都是看 都会看长片 有80%的人会看短片 有这个五分之三的人会看直播 你看到没有 就是说 并不是所有的人会看短片 刚才在我的那个内容页面里头 你也可以看到 在短片和这个长片之间 大家还是倾向于看长片 这是油管这个平台的一个很大的特征 另一方面 你以前也听我向你报告过 现在油管每一天的短视频的播放量 大概是500个亿左右 那油管这个平台日活 也就是大概一点几个亿 两亿不到 一天这些喜欢短片的人 要刷几百个短片 贡献了每天500亿左右的这样的播放量 好 那从这个数据 我所看见的数据 大部分人是偏向于看长片 那这个就是有意思了 也就是说 油管这个平台上 还是以长片为主为特征的 有相当一部分人 他是不看短片 或者非常少看短片的 但是呢 有短片的狂热分子 他可能不看长片 他一天能刷几千个这样的短片 所以这个是分化的 那从这两个数据报告 你就可以结合起来 分析一下你的频道里头的 具体的观众特征 你的观众是看什么样的内容 这个在观众这个页面里面是跨频道的 就整个的这个行为 每个人在上面都会看长片 有那么老胡的观众里头 有20% 他是不看短片的 那么直播的喜爱程度 当然也更差一点 因为直播都比较长 一般这种情况来讲 好 那具体到你自己的个人频道里头 他就把它分成三个这样的相互比较分化 在这个地方数据也明显看见 大家是喜欢看长片 对短片来讲的话 他不是那么爱好 两者都看了3% 当然再说一遍 我这个频道的数据是有偏差的 更正常的 如果你同时又发长片 又发短片的话 可能会更均衡一点 但是绝大部分的这个情况 我看到的 就是视频和短片放在一起的时候 看视频的比例 也会比看短片的来得高 也就是说正常的 这一类的知识分享的 或者是有这种IP特征的 这种频道的话 应该来说 这个长片的这个比例 还是占比比较大 超过这个短片 那你看过这个数据报告以后 你应该如何理解 然后呢 在理解的基础上 如何调整你的内容策略 如果你的这个频道里头 有些短片 有些长片 那么后台数据明确告诉你 大家 这个你的观众 都是绝大部分都喜欢看你的短片 也许你就可能要加强短片 这方面的 这个制作的这个频率啊 或者是速度 所以这个两个数据的报告 是第一 让你理解你的观众的 这个在整个平台上面的观影的 这样的习惯 然后呢 对于你的频道里头的具体内容的 不同的表现性是 他的喜好 是如何这个选择的 那至于你是不是 一定要根据这个指出的 在书面上 在字面上解读他 我刚才讲的 短片看的人多 然后你就多做短片 那倒不一定 也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因为有的情况 你说你做短片 对于你来讲 在你的认知里头 并不觉得是 你应该主要发力的这种方向 虽然观众喜爱 但是呢 你想这个不是我的兴趣方向 这不是我的内容 表现的主要的形式 那你可以依然坚持 去做你的长片 不要被这个 后面的这个数据啊 完全绑架 数据 让你更好理解你的观众 但是呢 不要被你观众绑架 我一直强调 不要被你的观众绑架 不要被数据绑架 要为人做节目 而是人做的节目 给人作为人的观众 首先是你做的 这个内容是你的 我经常讲 不要做做做 把你自己做丢了 然后为你现在的 这个观众去做 你现在 像老胡这个频道 有不到八万粉丝 你就不要被这个 八万粉丝 说绑架 其实这个 在这里头的 这个 反复回来观看的 也许可能就几千人 一万人不到 你不要被这个人绑架 如果你完全被他 捆住了的话 那你就没办法成长 所以数据 要重视他 但是不要从字面上 去解读他 你不要永远的 被你幼儿园 或者小学的 那些同学说绑架 如果他们穷 你跟他一辈子 跟他一样嘛 那样穷嘛 对吧 你长大了 你的眼界不一样 你的世界不一样 你的朋友圈 也不一样 我们做内容 也是这个道理 不要机械的去 这个追逐 后面这个数据 告诉你的 我经常开板上 开板上讲的话 封面图这个点击率 你换成三点声女郎 那马上就点击率上升 难道你要在那个道路上 越走越low吗 越走越极端吗 数据之间是 盘根交错的 这个数据会影响那个 那个又影响那个 所以不要单独的 解读一个数据 所以这就是今天 给大家报告的油管 在最近推出的 这两个数据报告 能够帮助你 更好地理解 你的观众的喜好 和行为的这样一个特征 好 谢谢 再见